你要站在我旁邊嗎,黃子鋒 謝謝 你想拖我的手嗎 不用了,謝謝你,豪姨 周永康,今天你暴徒吧 好,進正題吧 前日還是大前日 學聯三位朋友被人吊銷回鄉證 之後發覺原來事情還沒完 每一天都有我們的朋友 或是同學跟他們說 在羅湖過關 即使是想著陪親人去探親 或是跟朋友只是去羅湖城買書 都被人扣查,問話了幾個小時 或是有些是不允許通行 原因可能是因為 那些朋友是前學生會成員 或是現任學生會的成員 甚至有些只是幫學聯或是幫學生團體做過義工的朋友 都是有同一個待遇 經常都聽到這幾天有些人說 很正常的 你們搞得就預算了 你們搞得預算運動 坐在金鐘、坐在旺角、坐在銅鑼灣 就預算了 我覺得這個說法其實是有問題的 因為有迴鄉證可以回大陸 就是我們的權利 就是法律賦予給我們的權利 而注射回鄉證 也都明文寫定 只有三個條件或是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你申請的時候 證明文件或身份文件是有問題 第二個是你曾經有販毒、殺人、綁架等等的嚴重犯罪紀錄 但是都是要定了罪才行 第三就是 這個搞笑 第三是精神病患者 他都是有權吊銷你的回鄉證 那我不知道 所有企圖 或者想著回大陸的朋友 究竟 是犯了哪一個 的條例 究竟是觸犯了哪一個的條款 令到他們 不能夠上京 身份證明文件 當然不會是 因為他們都沒有說過 如果身份證明文件有問題的話 他們當然可以帶一條道理來拿出來 但是如果說我們犯法 所以不行的話 那就請你 叫警方快點過來拘捕我們 不要天天在那裡 吐在那裡 看著我們什麼都不做 但是說我們違反法律 甚至 如果他拘捕了我們的話 其實都是不能夠符合那個條件 因為在法律的精神底下 一天未定罪 一天都是無辜的 一天你都不是一個犯人 或者你不是一個罪犯 還是他覺得 搞雨傘運動 或者是學聯的所有成員 或者是幫學聯做義工 都是精神病患者 那如果他這樣覺得的話 我覺得這個所謂泱泱大國 所謂磁場的獅子 就真的是一隻精神病患者的獅子 如果我們認真點去對待這件事的話 這件絕對不是預料的事情 我們經常都說 甚至政府經常都說 佔領行動 用違反法治 中共都說 這是一個違反法律的行為 必須要依法處理 但是見到他處理 學生 或者是對待我們的手法 哪一部分 是依法處理呢 習近平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呢 張德光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呢 李克強可不可以出來解釋一下呢 根本 這件事 和他們所說的依法治國 或者是憲政中國 是完全是違背而辞 甚至是所說的法治 都完全是違背而辞 那所以無論是甚麼政治原因都好 這個絕對不是一件預料的事情 因為這個絕對是不合理 有迴鄉政可以回大陸 可以踏足中國 可以上京 絕對是香港人的權利 絕對是持有迴鄉政香港人的權利 這個是我們絕對不能守的陣地 如果我們覺得是預了 如果我們覺得 政治權利可以隨時 這些基本的權利可以隨意 被人用一些政治理由去剝奪的話 那我們就真的連香港一些 很基本的精神 包括程序公義 包括自由 包括法治 都真的沒有了 所以我們要謹記這一點 就是說 這一件一定不是預料的事情 亦都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這一件絕對是一件方便的事情 尤其是一隻 依法治國 詞場 在掃醒的獅子來說 這一件絕對是一件不合理的事情 我們必須要正視 這個是我們希望帶出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想說的是 關於禁制令的問題 關於清場的問題 今天大家都知道 中信大廈 拆貼碼 執行有質疊主任出來 執行禁制令 而可以預計的是 過多幾天 旺角 雅加路街 尼敦道 整個旺角佔領區 都會有質疊主任 和警察過來 執行法庭的禁制令 執行這個民事殺償的案件 去進行清場 或者甚至是拘捕 對於這個禁制令 我們當然是覺得 梁振英這個人 絕對是一個 好像李祥人所說 絕對是一個絕世的好男人 不是好男人 絕對是一個絕世的男人 絕世無恥的男人 不是好男人 絕對是一個絕種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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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條道理 每天都可以寄招 叫許Sir出來說 我們違反法治 但他又不敢派警隊出來清場 亦都不敢派警隊 直接過來拘捕我們 反而是要躲在 民事訴訟後面 躲在一班的士司機 躲在一班 小巴司機的民事 殺償後面 用這個民事殺償的案件 逼法庭出一個禁制令 逼法庭用一個禁制令 做黨戰牌 用民事殺償 用法庭做黨戰牌 去幫他們執行這個政治任務 去幫他們執行這個清場的任務 所以對於這個禁制令我們的立場 我們重新多次 當然公民抗命 佔領行動 勿忘初衷 就是爭取一個民主的政制 就是爭取一個香港人有份當家作主 香港人真的可以做到香港我主場的政治制度 所以 這個禁制令 絕對 是不能夠阻止我們 爭取民主 公民抗命 為了公民抗命 去爭取民主 爭取一個公義政制的決心 所以面對著這個禁制令 我們學聯和學民思潮 和其他團體都會呼籲 各位香港人 是要堅持這個公民抗命的精神 當執達主任來的時候 我們繼續堅守這個佔領區 堅守這個佔領的陣地 包括夏國道 包括天美道 包括旺角 當然包括銅鑼灣 我們是會 用一個和平 非暴力的原則 堅持公民抗命的精神 留守去到最後一刻 如果 警方是要幫執達主任 去完成這個民事殺償的任務的話 就請他 將我們所有抗命的朋友拘捕 將我們所有抗命的朋友 帶上警車 我們要呼籲 願意承擔責責 願意公民抗命的朋友 一起陪我們 一起跟我們 堅持公民抗命的精神 坐到去到最後一刻 堅持公民抗命的精神 去到最後一刻 因為越多人 去公民抗命 越多人被警察拘捕 對於政權 無論是法庭 或是政府的壓力 必然更大 當一萬人 甚至是更加多人 一起被拘捕 被人檢控 我們就會去法庭 另一個階段的抗爭 一萬人 在法庭上面 做一個政治的陳詞 說我們為什麼要公民抗命 跟全世界 跟全香港 跟政府說 跟法官說 我們 之所以會在這個法庭上 並不是為了違反這個禁制令 而是為了公民抗命 而是爭取民主 而是爭取公義 而這件事 就是公民抗命 之後我們抗爭的下一步 就是我們 在法庭上抗爭的方式 所以希望各位 如果 是可以承擔罪責 能夠公民抗命的朋友 將來警方過來清場的時候 我們會跟大家 留守去到最後一刻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上警車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回警署 遲些會跟大家一起上法庭 但是當然 正如何將所說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考慮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能夠承擔 自己要面對的困難 或者要自己面對的難處 如果你是不能夠 真是承擔這個公民抗命的罪責 被捕 被檢控 去法庭陳詞 甚至是入獄的話 離開 是絕對沒有人會怪你 因為大家都是民主的同路人 大家即使如果不能夠被捕 我相信都一定會在不同的崗位上面 繼續去爭取民主 繼續去對抗這個不義的政權 繼續為香港人 去爭取公義的政制 但是如果大家是願意公民抗命的話 很簡單 我們絕對會跟大家 留守去到最後一刻 同行去到最後一刻 一定是不會 丟下大家自己一個 一定是會陪大家到最後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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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